大家好,我是沐鱼,今天带来一期非常有用的发抢战术 练好后你也能成为比赛高手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像这样发完球被对方拧得满地捡球 该怎么办呢? 面对这种选手有一套技战术非常管用 那就是发正手短,衔接抢拉 我们先给他发正手短不转,等他搓高后衔接一板抢拉 发他正手短,对方就要上步摆搓 在调动对方动脚后,我们再拉他反手为大斜线 一短一长,发短拉长,急剧威胁 当然,拉球的落点不需要固定,也可以拉他正手或者中路 要根据对方此时的防守站位去选择我们拉球的落点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发正手短的标准就是二窍不出台 如果你发球出台了,那么先上手的就是对方了 就像下面这几个球 另外,我们对面站的是一个会调整的高手 他不可能一直持短不转 打着打着,他就会调打你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那就要拿出第二套方案,发他正手短下旋 让他不敢轻易地调打,并且搓球也容易下网失误 等他搓过来之后,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侧身拉他 这里有两个关键点要交代一下 第一,在你发完球,对方做出了搓接的动作后 并且你能判断来球的位置,再动脚进行步伐调整 因为对方搓球的位置不是固定的 是需要你用步法去调整的 第二,一定要先动脚调整好空间 再动手去拉球 千万不要先伸胳膊再动脚 人一伸手,如果空间感和距离感不舒服 你想再调整就来不及了 不是顶到你,就是够不着 最后,拉球要把落点拉开 落点不要固定,要让对方防不胜防,疲于应付 凌冤陷余,不如退而解网 各位球友,点赞收藏,赶紧去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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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